那時候是非常的小的時候 看著爸媽他們都沒有帶機器 自己卻帶了機器 我為什麼要帶機器 他們說 因為你這樣才可以聽到聲音 但是我非常的不高興 為什麼我連季節都不用帶 我卻要帶 我就把機器拿下來 扯下來 然後把線咬斷 你什麼都聽不到啊 你要怎麼跟我們討論 你可以講大聲一點 只是我聽不太清楚而已 我不會被這個手上撥動以後 才會知道機器原來是為了幫助我聽聲音 我才發現爸媽是為了我好 想要讓我聽見聲音 你要想要先出來阿三 我先來一張或是無靠的 不要 我有血病就可以了 好 手條是問題這樣嗎 嗯 外帶有沒有用呢 外帶 需要加進化嗎 好 不用 他就是你的一部分 你只能去接受他 你不能放棄他 一放棄等於呢 你放棄了你所有的聽的東西 你要去聽 你就可以聽到很多人的聲音 謝謝 媽媽 爸爸一走 媽媽那邊都好 媽媽那邊都好 謝謝 我媽永遠都會支持我 都不會讓我受到任何一點委屈 要就是這樣一次一次 把我從鼓梨帶出來 你是我的孩子 我當然會照顧你 媽媽 我非常的謝謝你 我非常的愛你 我已經長大了 你可以好好照顧自己 不用看潮心 你 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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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